歡迎大家收看《卵靜直擊》 直播室裏面有Johnny、朱明亮和朱子超 Johnny說那次很精神 7月回來港股表現都算不錯 上星期升完之後 今天都可以延續升勢 而且今天的升勢很全面 不單止是港股升 美股期貨、A股都齊齊上升 尤其是A股 上星期開始A股展現一個大牛市 基本上上政、深城、護深山、白鴨 全部都是擴大升幅 提倡超過一年高位 這次也是 上政高開一下1%之後 也立即擴張升幅 升成3%又多 上政3,200關口穿了 基本上全部板塊都升 尤其是金融類板塊、房產板塊 其他天然資源說真的 就是限定2% 金融類升4% 恒指於是乎也累積3天 今天也高開 三個加日天累積 連今早做有1000點的升幅 恒指高開172點之後 見過25545點 這位繼續發力向上 刷新4個月的高位 升幅曾經一度 就逼近差不多到26000點 如果看回投資策略 我們一定要看指數 看重寶股 是的 今天如果要看重寶股的話 有兩個方向可以給大家去捕捉 一個就是跟A股有密切相關的 另外一個就是主題性的科技類股份 跟A股密切相關的 我們就可以看平保 如果跟科技類相關的話 追落後簡直是京東 首先講指數 如果大家想用恒指的牛證、紅證 想操作的話 首先看牛證 所謂星視莫股頂 賣仔莫摸頭 一定要追逐上升浪 看看現在恒指牛證的重貨區 站在24200點到24300點左右 然後看牛的市場繼續升上去的話 就可以考慮發興這隻 編號52559的牛證 提供有槓桿32倍的槓桿 屬於長生卵來的 換股比率一萬對一 但是相信急升之後 必有一條的投資者 可以看看這隻發興的紅證 這隻發興的紅證就是67270 收回價26208點 還有超過110天到期 提供45倍的槓桿 換股比率也是一萬對一 至於個股方面 平保的發興營購證 23033 23033就是一隻非常貼價的擴輪 行使價是88.93元 提供的槓桿有9倍以上 它的換股比率是50對一 今年12月中才到期的 是一隻貼價高槓桿 也是敏感度比較高的產品 另外我們可以留意京東發興的營購證14623 14623的行使價是256.18元 屬於一隻稍為價外的產品 它的實際槓桿有超過4倍 今年12月中才到期 都是可以讓大家捕捉近期的趨勢和主題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下次再談 再談 感谢观看